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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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是簡單的跟大家來說一下 基於這樣的一個調查 而當時提出了 自然不到零損失 水泥不到零成長 那 怎麼樣去更正確的去認識一個 對環境友善的一個步道的樣態 所以 慢慢的累積這些觀察 跟這些跨領域的一些專業 的智能之後 我們提出的第二波 就是我們剛剛說守護 這些步道 步道守護三步學的第二波 就是我們推出了一個叫做 李山守護志工的陪力課程 這時候步道學慢慢的去建構 這個步道學課程的架構 所以包括 所以你們會在這堂課裡頭學到 包括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 跟包括你要怎麼失落的工程 這個應該上次有講過嗎 OK 那很快的看過 所以有四大原則 這個將來大家一定會耳熟能詳的 反覆的背誦 像我們在辦公室 常常會接到來自各界的電話 我有一個 我自己有一個山坡地 是我的祖先留下來的 好 我們覺得守舟步道裡面很好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來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園區呢 要怎麼樣來做守舟步道 這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 好 但是因為 前一步道的人力很有限 所以我們通常都鼓勵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這些呢 你可以來上課 好 了解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在考慮一些邀約的時候 我們會從整體性 公共性 必要性跟迫切性 尤其是公共性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尤其有很多的助教老師 來去協助推動一個守舟步道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他首先要 回應他的公共性 這個路 這個議題是屬於大家的 而不是你家的後院的山坡 你家後院的山坡很重要 但是因為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 我們希望把更有限的人力 放在最具有公共性的 當然迫切性也很重要 就是說這條路就要被開路了 馬上自然步道就要損失 要變成一個大馬路 要去搶救 所以在之前我們是去搶救了阿朗伊古道 因為不希望他變成一個台26線的公路 大概會有這四個原則 所以這四大原則 其實待會我最後會介紹那兩本書 上禮拜有介紹那兩本書嗎 手作步道跟手作之道 那後面有特別提到 這四個原則的一些準則 那第三波呢 步道守護的第三波的行動 就是我們希望讓更多人能夠重視 步道這個課題 所以我們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很多倡議型的組織 就會定一個重要的節日 來號召大家一起更認識 所以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就希望能夠把 我們就定六月第一個禮拜六 作為台灣步道日 所以 邀請大家一起為你自己所愛的步道 做一件事 訴求就叫做 清山不清山 你清新山林 但你不要侵害了這個山林 所以 第一年步道日的時候 我們是號召全台灣各地的朋友 自己就在自己家附近 找一條步道 一起來為那條步道做一件事 不管是去走步道 做導覽解說 去撿垃圾 或者做任何事都可以 所以我們也拍了一部影片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自己在沒有錢沒有人的狀況下 拍了一部台灣步道日的宣傳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上我們網站 有很多我們的影片可以看 做了一個好動物 找到一個宣傳 往前燈 交往前燈 我可能會在那裡 成功 揮現場 爆炸 一個 爽快 轉 失敗 马 可以 從 wyk 2 3 3 4 2 5 3 4 7 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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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就是2014年 我们为了要推动台湾步道所拍的影片 好看吗 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吗 自然的扑面 是连大猩猩都会喜欢的 一个向往大自然的 所以我们用非常低的成本 自己写脚本 自己派演员 然后找社大的老师来帮忙做化妆 我们为了这个影片还推出一个活动 就是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影片里头 我们有七个场景 如果你认得出是哪七个地方 我们就送全套的千里步道的出版品给他 不过你们不是台北人 这五个台北人 所以你看不出是哪里 所以我们七个拍摄点 有的看得出来吗 捷运站 其实第一幕那个门这样打开 是永和射大的办公室的门口 然后还有一个在关渡平原 有那个水 对对对 其实是有人猜得出来 但是七个全猜出来的人不多 很好玩吧 反正就想 我也不记得了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轮胎步道 我们那个奇观的时候不是有拍吗 对那也是一个场景 所以他也用了当时的志工去调查的时候一些步道的现象做对比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天桥啊 那个台北应该是在和平东路还是什么 有一个天桥 对对对对 新生乃路跟和平东路口的那个天桥 好会哦 好 总之这就是透过大家的一个参与 所以诉求很简单 就是青山不青山 那各位来学步道学课程 其实终极也是为了让自己享用大自然的时候 也可以不侵害他 甚至能够为他做一点事 所以这个是前十年我们在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也同时发展手作步道工作假期跟步道学 到了第二个十年呢 我们就把过去这十年我们所关注的议题 包括说在地认同 文化传承 历史记忆 休闲游记 地区发展 环境保护 这种种的一些价值内涵 我们透过一个实体化的路线的呈现 做了第二个十年 就是步道运动2.0的一个发想 而且一路走来 各位所在的这个地方 最近很红的淡蓝 大家都听过对不对 基隆也是带来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介绍 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现在大家正参与加入的这个阶段 就是从2016 就是第二个十年之后到现在 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所以把前十年我们的一些关注的议题 把它集合在推动一个长距离步道的一个实体化 前面的努力都是串联路网 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有这个路线 但是你真的要去走 就像2006年刚发起的时候 很多人说千里不知道在哪里我要去走 你找不到任何的指标牌 所以进入到第二个十年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把这个路线实体化 环岛一个路线当然是一个长距离步道 所以我们就把它先锁定在 北北基宜的跨县市的长距离步道 那选定的就是以淡蓝百年三境作为一个主题 然后把这些精神跟价值融入 然后透过长距离步道的实体建制 来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岛的梦想 所以第四个阶段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非常激情努力的去跟各级的政府单位去合作 因为千里步道就算有太多 更多的支持者或志工 我们也不能自己去立一个牌子在街头 就说这是叫千里步道 你从这里开始走 绕了1200公里之后你就会到哪里 所以所有实体化的过程里头 我们需要政府的行政支持 还有它在政策上的支持 包括所有的路线 它如果不是经过私有地 就是在公有土地上 那它就一定会有相关的主管单位 要来管理 所以就算你很有热情 你想去手作步道 你也不太可能自己扛了一个锄头 就到山里的任何一条步道去挖来挖去 说我要来做手作步道 可以吗 不可以 所有的每一寸的土地都有它的主管单位 或者它是私有土地 那只要不是私有土地的 非私有土地都有它的管理单位 再说一次 那你要去做的任何事情 不管是要挂招牌 或者你要去墾地 或者你要去整理 都需要有一定的程序 才不会变成每个人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步道奇迹 这是我天天走的路 我觉得这里应该有一个凉亭 我就来盖一个凉亭 我觉得这里应该有个沙发 我就把沙发搬过来 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管理的一个环境 所以第二个阶段很重要就是 由下而上的运动 在一个阶段我们要透过跟体制内的对话 所以2016年开始呢 我们就把这个透过长距离步道 这个串联跟建构 过去累积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跟大众的这样一个期待 来跟政府部会对话 那首先呢 我们是在2016年底 跟国发会这边开始进行一些讨论 就能不能有一个 以国家高度为前提的 一个绿道网络的一个规划 我们不叫做步道 而叫绿道是因为 千里步道本来在串联的路 它不只是古道山径 也有市区的人行道 刚刚已经讲过 有自行车道 有农路 只要是能够避开汽机车的大马路 而且有美丽风光的这样的地方 我们都会把它纳为现行的空间 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提出的就是建构绿道网络的策略规划 那这样的一个规划为期一年 同时在2018年呢 非常幸运的 行政院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规划案 而且呢 行政院就核定了 我们提出的规划案里头的三条 来作为优先推动的 这个国家政策 那这三条呢 其中有一条就各位所位于的淡染百年三季 等一下我会依序介绍这三条 国家绿道 这也就是我们从2016年 开始跟中央跟地方政府 共同来合作 一直到要把这个环岛的路线 透过不同的主题路线 我们称为国家绿道 这样的长距离步道来实体化 那这里就讲到 为什么会提出一个绿道这样的一个概念 事实上 我们在推绿道这样的一个倡议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自己自创的 事实上国际的绿道 其实大家可能有听过叫Greenway 这个绿道运动呢 其实在过去将近一世纪 其实进步的国家或城市 小到城市 大到国家 他们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透过蓝带跟绿带 这样的现行空间的连结 刚刚我一开始就说 千里不知道是一个串联的运动 那绿带 绿道也是这样 透过蓝带跟绿带 蓝带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流域 水 因为我们说的好 水域 绿带那当然就是 现行的步道的路线 那它只是 不是大家想的一定是山里头的步道 这样的现行空间 把它整合出来 国际的这个绿道运动呢 它的目的是用于改善城乡发展过程中 过度开发的这些漆地破碎的问题 这跟千里不知道 刚刚我们花了70分钟介绍的这些背景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都是同样为了反思 在整个经济社会过度发展中 对环境的影响 所以这样的一个绿道的网络的建构 其实它的功能性很多 包括说可以提供比较好的休闲环境 可以美化我们的景观 可以减少污染 增加我们的健康 甚至物种的交流 比如说你那个绿道成硬的时候 它的绿负率会提高 它的动植物的生态也会更丰富 多样性也会更强 所以国际的这样的绿道运动 有几个定义 所以我们在跟国发会合作的这个研究报告里头 就终整了几个结论 第一个呢 所谓的绿道它一定要是现行的开放空间 它不会是密闭的 它也不会是人 它是对外开放的 它是一个通往大自然的一个通道 所以譬如说它可能是自然的 的现行空间 什么叫自然的这种开放现行空间 譬如说河川 海岸线 三极线 这些都是属于 自然的 这个开放的现行空间 那也有一些譬如说 废弃的铁道 运河 这些呢是属于 人为的 所以绿道有几种形式 就它一定是一个现行开放空间 不管它是自然形成的 或人为所创设的 第二个呢 它是for行人 跟自行车 非机动车辆 如果这条路线呢 是为了汽机车所开的 它不会叫绿道 所以绿道是一个 行人或自行车通行的 自然或景观路线 那这样的绿道呢 它是要把这些绿色的绿点 绿基盘可以串联在一起 所以不管是公园啊 自然保护区啊 或者文化特色 或历史场所 把这些点呢 甚至是你居住的 这样一个绿色空间 把它串联起来 那如果你用局部去看的话 也许它会呈现的是 林蔭大道 比如说你生活空间 它就是连续性的 这样的一个 现行公园或林蔭大道 所以基于这样的定义 你就会知道 我们称为绿道的 它不会是破碎的 它不会是分散的 它不会是一段一段的 所以过去有很多 我们政府做的人行道 自行车道 都是一段一段的 就像在地图上的 毛毛虫这样一段一节 但是绿道它抢求的是一个 比较延续性的 那承载这些价值的 这个现行空间 我们称为绿道 待会我们来举例看看 所以在国际上呢 讲绿道 它有几个 愿景 第一个它可以保护天然的 廊道 或者呢 这个天然廊道的连续性 或者它可以保护 现行的文化遗产空间的 连续性跟完整性 所以待会我会讲到 在这个研究之后 我们提出了几个 国家绿道的主题 包括糖铁绿道 就是为了保护 现行文化空间的连续性 所以如果糖铁说 有啊 我们有 湖尾有一段啊 我们在西湖糖厂有一段啊 这叫不叫绿道 叫不叫糖铁绿道 不叫 因为它是一段一段的 所以它必须有 至少它是要有能够 连续 而且具有完整性 而且它能够串联 城乡绿丁跟开放空间 而且它有优质的人文 跟人文地景 连续性跟完整性 是绿道很重要的条件 待会我们就来检视 淡然 它有没有连续性跟完整性 还有张之细如跟山海峻 或者将来要做的糖铁绿道 或者原民绿道等等 这是美国的伊利运河 它过去是运河 是水运 可是现在不行船了 那它就把这个运河 作为一个叫做 国家遗址狼道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蓝带 对不对 但是它也可以作为一个 现行的空间 所以呢 因为时空的转变 它的功能的转变 所以当它不具有 这个航运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一个遗址狼道 你看现场是变成什么 滑艇了 对不对 水上的油气的活动 这是美国的第一条 由废弃的铁道 改建为 改设为 自行车道 的一个路线 在威斯康辛 的自行车 所以其实像最近 在我们东北角 有很多自行车道 是用旧的铁道 比如说 草里已经很知名了 最近在猴洞那边 也会有一个 已经通了吗 快通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从铁道变成绿道的一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转变 比如说 最近大家有看那个时代革命吗 香港的那个纪录片 有一幕 黑夜来临 大家在那个三级线上 亮着那个 自由民主的那个火炬 他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麦里浩镜上 那是他的三级线 大家可以去看 那个纪录片 很动人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他们的 长距离步道 那他 他连接的就是 这个三级线 然后他会有一个 这样的指标 这里看得到吗 麦里浩镜的第三段 那这就是他的logo 全世界的这样的绿道 大概都会有他的一些 设立的一些原则 跟他的路线的价值跟内涵 刚刚讲的麦里浩镜 虽然只有100公里 但是 那是因为香港很小嘛 那像加拿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也有这种全国的步道系统 大家可以上 现在如果有 或者回去上网可以 The Great Trail 他叫做全国步道系统 那总共是24000公里 刚刚我说麦里浩镜多少 100 这24000 因为他是在加拿大 而且他是横越加拿大的东西部 这个黄色的线看到吗 就从这边 这个加拿大的步道系统 我觉得非常动人的部分是 那我停留在这一点 他在2017年的时候 完成了建制 2017年倒推前面25年 是几年 2017年25 大家算一下 数学都不太好 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 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成立150周年的那一年 他们用了25年的时间 设定在2017年要完成这个 串联全加拿大的24000公里的步道系统 那这个步道系统呢 大家一看就知道 可以走路 可以骑假车 可以骑马 可以溜兵 提供所有非机动的使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80%的加拿大民众 也就5分之4的加拿大民众 在开车半个小时之内 可以进到这个步道系统里 也就是说他满足了80%的加拿大人 如果你有一天 你想要可以到这个步道系统里头 去走一段路 或者就开始旅行 你只要开车半小时就可以到 80%的加拿大人 都可以享有这样的禁用权 很棒吧 所以我们在跟国发会合作 研理那个绿道厨艺的时候 我们提出一个建议是 将来在台湾的国家绿道的系统 的最后一个交通节点 一公里内要可以到 可以进到这个系统上 也就是我们希望在那么小的台湾里头 可以发展大众运输 让大家在最后一个交通运输节点 譬如说好你走到暖暖好了 那你可以在一公里走15分钟以内 在下了公车之后15分钟内 你就可以进到淡栏的系统里头 这样有可能吗 现在其实可以对不对 因为你坐公车你可以到那个 什么拉伯伯村 就可以进到南东峡谷 你就可以开始走淡栏 类似这样的意思 所以可以看得出淡栏其实是一个交通可及性很高的地方 因为有火车有公车 相较起来可能像当时系统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 讲了那么多的国家 其实还有一个跟台湾很有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长距离步道的国家 就是在韩国的冀州岛 那韩国冀州岛的偶来步道 我们叫做欧类 他们的这个欧类的意思就是 从家门口 就大马路跟家门口之间的这个条小路 就叫做欧类 所以呢 季州岛的 季州偶来基金会 他们也是从2007年跟千里不较差不多 他们就发起了串联这个 他们是一个火山岛 26条步道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来发展他们在地的观光 他们发展这个步道系统是为了 在地的经济 他们希望去到七州岛人 不是去为了赌场 或者打高尔夫球 而是可以认识当地的环境 所以他们办了很多的徒步嘉年华的活动 也透过国际的友谊步道的地结 跟不同的国家 至少十个国家地结友谊 然后互相拜访 那台湾也有一条步道 跟他们的第十五号步道 也有地结友谊 所以韩国人会来走我们的步道 我们也会去走他们的步道 将来大家疫情后也可以去走走看 因为 好我们也可以去日本走步道 因为日本也有偶来步道 日本的工程偶来步道 会跟台湾的淡蓝地结友谊步道 待会就会讲到